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PC版的設置 首先我們輸入端由單端轉插動 然後再由我們的BandPass VGA 將我們的訊號強度穩定之後 再由插動訊號轉成單端訊號 然後由我們的第二個Pore來觀察 然後我們首先使用到兩組的BIOS 一組給我們的PC版使用 而另外一組給我們的主要電路使用 然後我們的PC版會藉由可變電阻的調整 提供不同的BIOS 供我們的主要電路使用 然後我們的電路是一個可調中心頻率的機制 所以我們用直播開關調整它的1010 Control Call 而改變它的中心頻率 當我們看到我們的網易的右下角 驚嘆號消失的時候 代表我們的網易已經是校正成功了 然後我們會將我們的第一個Pore接在我們的輸入 第二個Pore接在我們的輸出 然後我們去觀察它的S21 整個網路的一個行為 好我們現在把我們的Pulse pattern on 可以看到我們的可變增益放大器 是具有一個帶通效果的一個放大器 然後我們現在取50個點做平均 然後可以看到我們的增益在70dB以上 然後相鄰通道也下降了25dB左右 所以是符合我們的Spec 然後我們這個電路是中心頻率可調的一個機制 因為我們在不同的製程片以下 有可能我們的中心頻率會不是在我們所要的剛好40MHz以上 所以我們藉由中心頻率的控制 可以讓我們的中心頻率往左移或右移 來達到在不同的製程編譯下 我們接能穩定在40MHz一個中心頻率 好我們現在將我們的Core全部是1的時候 可以看到 我們的中心頻率往低頻的部分移動 然後當我們的Core全部是0的時候 將會往我們的高頻移動 接著我們使用一個一範例進行量測 我們現在將我們的隨機資料量設定在6MHz 然後我們會將我們的隨機信號 送入我們的Planet Generator 進行一個ASK的調變 我們的Moduration Index 設定在60%Spec的最低限制 現在我們把我們的隨機資料量Turn Up 以及我們的ASK調變Turn Up 我們可以在試播期看到 我們Planet Generator所產生的一個隨機資料量 同時我們的Planet Generator 會將我們的Planet Generator 所產生的一個隨機資料 進行一個資料的調變 產生一個帶有隨機資料量的ASK訊號 接著我們會把ASK訊號送入我們的電路當中 進行自動真意的調控 而達到一個穩定輸出 同時進行資料的解決 接著我們把電路的電源Turn Up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Channel 3 藍色曲線可以看到我們的自動真意調控 將我們輸入的ASK訊號 穩定成一個恆定的輸出 同時它也將我們的ASK訊號完整的解調 接著我們將我們的IF Signal Generator Turn Up 可以看到我們的IF Signal Generator 產生一個AN訊號 然後它的範圍是比較廣的 訊號的最大跟最小級是差比較多的 然後我們為了要測試我們的ISS來訊號 所以我們故意把它設的誤差比較廣 然後我們接著將我們的主要電路的Power打開 可以看到我們的ASK訊號 經由我們的AutoGang Control 穩定成一個恆定的輸出之後 送入我們的示波器觀察 它是一個穩定的輸出 然後我們的RSSI 因為我們的輸入訊號強度的不同 會有對應不同的輸出電壓 我們可以用來做一些 我們可以用來做一些 然後我們可以用來做一些 你們所說出面